大家好 我是旭哥不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最後一個魔法師 那就是打阿特攻啊 大家有玩過打阿特攻就應該知道怎麼玩啦 好 那今天要分享這遊戲最多禮巴馬 還有隱藏版的需要 那這個最強的隱藏版神裝啊 南瓜渣彈非常的好用啊 最強的輸出的神裝 一定要分享給他這個詳細的拿法可以免費入手 還有各種神裝啊 神寵啊 各種好用的裝備 然後像是各種符文啊 各種最強的 都在這邊 一次分享給大家 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有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 禮品馬 對話馬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 虛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馬 還有隱藏版需要的詳細拿法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選單 選單點進來之後呢 畫面右上角的設置再按進去 接下來呢 在畫面的左下方 就會看到對話馬了 左下方 點進來在畫面中間就可以輸入禮包馬了 這個對話馬 禮包馬 好 那我們就輸入這個 T.O.P.O.N.E T.O.P.O.N.E按兌換 這邊就可以拿到隱藏版的福利啦 哇 寶庫鑰匙啊 爽啊 這個給的很不錯 還有這個替身娃娃 這個就是像打達特供的那個 富國幣 接下來呢 在畫面的右下方有Discord 還有Facebook 這個就是連結 那連結點進去之後呢 會有一些隱藏版的序號 還有福利 可以點進去換一些這個福利 點進去就看到了Discord 還有Facebook 它就會直接連到官網 或是你從這個 Facebook 直接搜尋也可以看得到 這邊就有這個一些福利 隱藏版的序號啊 福利啊 然後開局送的東西 那這邊還要講一下就是雷電模擬器呢 它這邊也有這個隱藏版的禮包嘛 可以拿 雷電模擬器有限量的禮包嘛 這邊它可以拿到就是 史詩武器 然後史詩獨角金魚 然後888連抽這些福利 兼選者 還有什麼金幣5萬啊 銀鑰匙這些 那我們到雷電模擬器呢 它這邊就有這個免費的禮包馬福利 那有效日期呢 是到 2024年的年底 2024年12月31號 那禮包馬領取的方式在這邊 就是點那個模擬器嘛 然後打開雷電商店啊 然後點擊禮包頁面 然後按領取 接下來再複製 虛保馬 這個禮包馬 兌換馬 序號呢 到遊戲裡面去換就好了 那兌換方式 序哥剛剛有分享過嘛 點畫面右上角 然後設置 兌換馬 然後輸入禮包馬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雷電模擬器隱藏版的序號的拿法 一起分享給大家 可以拿到 5萬的金幣 還有銀鑰匙 3個 接下來就是講各種福利了 首先呢888抽呢 上一集攻略有獎 那其實拿一拿應該可以拿超過千抽以上啦 可以破千抽 可以更多這樣 然後拿到就可以來抽東西 然後抽東西的話 這邊有 獎勵 像我們抽50次有金鑰匙 然後150次的話呢 有這個 奧術碎片 300次的話可以再拿一個史詩級的符紋 然後500次的話可以拿到一個非S級的神寵 然後最後888次呢 就是我們全部領完的話有一個傳說的符紋 所以隱藏版的神裝加符紋都可以在這邊拿到 只要每天登錄就有了 這個福利還不錯 開符這個888連抽 那加上我們可以抽其實大概有數千抽 接下來呢 7日挑戰 這邊也很不錯 就是解任務啊 像是你只要解鎖天賦然後裝備 強化裝備啊 拿轉彈啊 什麼都可以有這個 鑽石可以拿 那除了拿鑽石之外 這邊還可以拿到額外獎勵 比如說我們100的積分的話呢 有 100鑽嘛 200積分有一個守護鎧甲 可以提升血量啊 然後傷害 以及可以直接斬殺 然後還有提升血量還不錯 那300的話就是鑽石加上這個強化卷 400的話呢 有金鑰匙 跟打阿特攻完全一模一樣 那500的話呢 就是大量的鑽石 還有這個強化卷 700的話不錯喔 有這個紙裝喔 紙裝 攻擊提升10% 然後50%血量復活一次 怎麼像那個復活的那個裝備 打阿特攻也有啊 樹皮戒指 然後復活的話 驗到後面還可以恢復100%血量 然後上這個護盾 而且還有這個傷害的buff 後面還可以攻擊提升20% 很實用 那接下來呢 在1200的話呢 有這個金鑰匙 還有強化卷 那最重要的是在後面呢 有這個神裝 這個S級神裝 這個南瓜炸彈最強的隱藏版神裝 這個非常好用 除了攻擊加成很多之外呢 他有額外的buff 像原本有攻擊15%的buff 這個提升 再加上呢 南瓜 召喚呢 會上限加1 那爆裂南瓜的話呢 會分裂成4個炸彈南瓜攻擊敵人 那煉到金色的話呢 有25%的攻擊buff 那紅色的話呢 南瓜召喚上限再加2 而且還會這個 分裂的炸彈數量會加2 所以非常好用 最強的神裝 隱藏版神裝 這個南瓜炸彈呢 是可以免費拿的 透過開服7天的活動 所以送蠻多東西的啊 再加這個轉彈券 拿到也可以拿來抽一些 像序格就直接抽給大家看好了 像前面抽的話呢 就是像有一些 打羅牌啊 然後壁鎧啊 就像打阿特攻一樣啊 就是有白色 然後有 這個綠色 藍色 紫色這樣 當然是S級的是比較好的 一直往上抽 剛那個就S級了 抽到就把他裝起來了 還可以合成這樣 玩法跟打阿特攻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大家只要有玩過打阿特攻應該都會啊 然後可以一鍵升級 其實都很簡單 把他升起來 一鍵裝備然後一鍵升級 這樣子開局就無往不利 然後這樣才可以順便解任務拿鑽石 然後還可以去拿這個最強的隱藏版神裝 南瓜炸彈S級神裝 所以開局呢 S級神裝 然後還有像是你 手足的話有閃電魔裝 魔杖 各種 最強的神裝 開局都可以直接拿到 非常的爽 好 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的 最多禮巴馬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 那開局呢 這個最強的S級隱藏版神裝 還有像是各種的福利阿 然後轉彈阿 那我們看這個 廣告的話呢 也會有轉彈券可以抽 像是遠古寶箱 汽油寶箱 還有這個可以拿鑽石這樣 這玩法跟打阿特攻一模一樣啦 所以大家應該有玩都知道 介面基本上也大概一模一樣 好 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 最爽的福利 最爽的開局 那開局這個爽彈也可以 轉彈可以抽到爽 好 分享給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啦